K小於20K大於80 老師我想請問你一年的書我都有看 那個K小於20K大於80這個 我想請問你有沒有統計過它一年有幾次機會 我現在在修正了K小於20跟K大於80 我現在基本上不講 因為這幾年來確實是一路上漲 但是如果像在2017年之前 其實是有波動的 它沒有大漲 2020年COVID-19解除之後 一路上來之後 如果用K小20買K大於80賣 可能會損失很多的利潤 所以你們發覺我最近都不講這事情了 我就是還是說定期定額 那K小20買K大於80賣 在17年之前每一年大概都有3到4次 是可以這樣子 怎麼講照著那個節奏在賺價差的 但是我現在基本上不太講了 那我也覺得我自己是個白目的人 因為所有的投資達人都事後說他很厲害 然後我事前就告訴各位方法了 甚至有人跟我說 老師你K小20叫大家買 你一定是那個什麼賣 我有那麼白目嗎 別的說 所以其實基本上如果大家照這個方法 其實是可以享受到 因為以前的股市 以我這種年紀的人的理解跟習慣 它是會像鋸齒狀的這樣漲 但是真的2020年之後 因為大家都在家裡工作之後 而且那個銀行的利率實在太低了 所有人都投入股市之後 那股市真的是這樣漲 沒有什麼波動了 所以我最近我必須說 我已經不太講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現在對於這個紀律呢 其實稍微有一點怎麼樣保守一點了 真的我以前會全部賣光 下來再買一次 但是我現在會留一些 甚至有一次媒體啊 就是斷章取義說 那活大叔0050都賣光了 然後很多人就掐這句話 他標題說 我覺得很冤枉耶 我確實那個時候都賣光 那我下來有買啊 但你沒有繼續訪問我啊 那是五年前的事耶 現在還有投資人說 那個大叔早就賣光了 截了那個五年前的新聞給大家看 大叔早就賣光你還信他 我不能買回來嗎 沒有那人 誰還真想看 這位阿姆 比他還請人 你還沒解決嗎 你還會把那個小聲